本台之前报道过三藩斯日落区一名华裔警员 在阻止汽车爆舍案的时候被匪徒用汽车拖行而受伤 我们和这名警员以及他的拍档谈过 虽然他们表示不会被事件客怕 但可以从中客习 稳俊浩报道 警方表示在上星期四凌晨2点左右 Terraville警察分局的两名夜班警员 黄海燕、Simon Wong和Jeff Chan接报 抵达Earfang街甲43A调查汽车的爆舍案 当时Jeff Chan阻止疑犯的时候受伤 该名的疑犯开车将他拖行了几尺 他送到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代表日乐区的市参事英加纳 Joanne Gaudio昨天就亲身到Terraville警察分局 向Jeff Chan和他的拍档警员黄海燕 颁发家许葬表扬他们的英勇行为 受伤的华裔警察和他的拍档警察 受伤的华裔警员 Jeff Chan和他的拍档黄海燕表示 不会被事件嚇怕 但可以从事件中学习 我认为如果我们面对第二次相遇 当然我们会学习自己的错误 我的错误是不要踩进一转车 但我们学习从前的事件 如果你在乘坐车 然后你混乱 你会学习自己的错误 你不会做同一样的错误 他也指事件令他的手搅拆伤 膝头哥也受了少少的撞击 但他也说笑地说自己怕冷 经常穿很多衣服 所以卸走了大部分的撞击力 而他的拍档黄海燕也不忘 称赞同袍的英勇行为 但也表示担心 到那个时候我看到他被车拖走的时候 当然是担心的 但是我们做的职责是做警察 所以还有这个职责是要拘捕这个疑犯 所以陈Sir有很多优点 但是他最好的就是很奉绩的警察 陈Sir就说做警察是他自小的梦想 他们两个也鼓励多些年轻人 加入警队 王sir就说年轻人的加入 往往可以给予警队新的冲击 我曾经历过16年轻人 我曾经历过16年轻人 现在大部分的区域 可能是可能在30年轻人 然后是十多年轻人 因为当时改变 时改变,我们需要人们 在这段时间上 所以我肯定要认为 年轻人们 要加入警察 因为我们需要帮助 警方表示 由于案件仍然调查阶段 所以未能公开随身摄录机的片段 26台记者尹俊豪报道 我们下集了 继续